今天我们谈到了这个 对自己的自我社会定位的问题 那么今天呢 我来聊一聊这个过往的履历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不可能是白纸一张 没事无所谓 习惯就好了 那么每个人呢 在过往的生活中 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有些人呢 比较简单 就他的选择权也就比较大 相对来说啊 出了校门 循规蹈矩的 通常我们知道这种人年龄都不大 或者说 他胆子也不大 是你说的很对 出来就跟洗牌一样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但是出来之前呢 我觉得还是应该想清楚 首先你把 自己的一生 重新据一据 如果说你三年前打过架 四年前上过街 去年你曾经发过推 骂过席包子 是吧 你在内地 就不一定安全 那么更多的人呢 是因为以往的一些工作经历 或者说财富的积累 你比如说我们讲 很简单的搞建筑的 是吧 你原先通过某一级官员的 同学同乡 甚至男女关系 很遥远的亲属 各式各样的原因 因为他在任的时候 给你批了一张二纸半的条子 你曾经获得过一些财产 哪怕你现在 已经不再继续持有它了 但是极有可能在未来 被挖出来 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在 追偿这个税务的问题 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前几年 你通过某一个按箱操作 曾经啊 曾经在某一个工业园 你批了15亩地 地拿到手上以后 你误了一年半 在两年快到七的时候 你通过股权转让 连公司在地 一阵卖给了别人 你获取了一部分利益 或者说你曾经为了某一笔生意 你在一个热销的楼盘里面付了一个首付 然后你把它作为一个礼品 送给了某一级的官员 很多事 你可能做完就忘了 因为它很正常 在中国只要你经商 做这点小事 我觉得不为过 只要你想做大 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 那么你现在的问题就出来了 你觉得这些事已经过去了 事实上是这样吗 我们往前翻一翻 很多人说互联网时代 中共不会明目张胆的开倒车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1949年建政的这个国家 它是怎么样流转国内的形势的 1945年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胜国之一 联合国的创始会员 随着内战的结束 中共获取了政权 他们运用一个又一个的运动 把中国逐渐走向封闭 它用了多长时间呢 不到十年 是吗 从他们获取政权 一直到58年大跃进 也就看看十年 那你为什么有信心 觉得中共不会再来一回呢 很多人自以为自己安全 有一些是大科学家 有一些在文学上曾经获得过很高的成就 还有一些呢 为了中国的抗战 付出过鲜血 甚至已经有了残疾 49年中共建政的时候 他们到处在跟人握手 一边拍着你的肩膀 一边笑嘻嘻嘻的对你说 革命不分先后 412清党分共的李继生在广东杀了很多共产党人 但是1949年建政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 连贵系的老大 曾经的中华民国代总统 李终仁先生 都从海外飞回了大陆 甚至他还娶了蝴蝶的女儿 结果呢 50年51年 中共就开始搞了镇压历史反革命 哪怕你曾经在战场上负过伤 你为中华民族抗拒外辱流过血 一样 都傻 将军就清理掉200多位 所谓的科学家 甚至有从海外投奔新中国的 最后呢 疯的疯 傻的傻 有点骨气的都自杀了 有一些人恬不知耻的说自己是逍遥派 混过了文革 真有这种人吗 所以呢 看看中国的现代史 例子比比皆是 不要盲目的轻信你比别人聪明 你比别人运气好 或者说你曾经 获得过一些成就 你就当自己是站在风口的猪了 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笑料呢 是那个马云 他以为他在互联网这个世界里获得了成功 川普上台以后 他甚至 替天天地跑到美国 试图扮演一个国际前客的这么一个形象 最后呢 不要抱有什么幻想 六四通缉令出来的当天 就有学生领袖 被自己的妹妹 送交了公安机关 当天就被捕了 文革中 亲属互相检举的相当相当多 哪怕一个早死 一个晚死 为了让自己能够尽可能的逃脱 检举自己的亲属 这就是中共所谓提倡的 大义灭清 想想这些现成的例子 还能有什么自信吗 其实你过往的履历 他就能决定 未来 你会获得什么样的回报 你如果说我打过架 是吧 我这个砍伤过人 哪怕的因为诈骗 做过劳 没问题 这个反而不是问题 上一次风潮中 刑事犯最多也就是被政府严管 被乡民们看不起 到此为止 最大的问题不在这 而在于你在网上发过牢骚 你跟同事同学 你在微信群 你在亲友的聚会上 酒喝大了以后 你骂过共产党 还不知道你等什么呢 你等着中共给你发勋章吗 我们曾经有过这么一种幻想 对一个国家好 热爱这个国家 热爱这个民族的 应该是看到他的不足 能够直言不讳 不计较个人得失 来批评他 这才是真正的爱国 爱这个民族 很遗憾 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如果你之前没有说过这些话 你哪怕是想一想 没事 想不犯法 只要你没说出来过 其实你都是安全的 最起码你可以伪装 不说伪装进步吧 最起码你可以伪装落后 是不是 我没想到 我的人笨 是不是 我不能赶上潮流 但是最起码我不犯错呀 是不是 没问题 你还能混一混 如果你曾经有过 对社会负面现象的一些评价 尖刻到 足以让人印象深刻了 那你的伪装 终将有一天 被别人所揭开 到那个时候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有许多人呢 误以为我跪了 我认过错了 或者说今后我也将 不停地认错 我估计还能混过去 门混过关 其实这也不现实 因为未来的这种 国内政策的收紧 它是多方向 多层面 中央即便出台一些 宽容的政策 到地方执行的时候 它为了赶进度 为了完成任务 它也不会严格地执行 或者说 地方上极有可能 采取一些 揣摩上意的 更加激进的地方政策 就把你框进去了 你说我认过错 我写过保证书 我今后再也不会 发牢骚了 没用 你说什么都不会有用 因为他们不想听 当一级组织 它为了完成任务的时候 它往往是六亲不认的 以往我们看到了一些 公检法系统的 蛮不讲理 钓鱼执法 其实在文革中 这种情况更多 它会通过一个 小的事件 引发出 大面积的逮捕 内蒙古曾经出现过 一个内蒙古人民党 简称内人党 就是这么搞出来的 老楚拉木仙 大头在后面 一个拖一个 或者说 我们讲一个 大家都熟知的 反右 反了多少呢 全国范围内的右派 57万 平反到最后 绝大多数人 可以说都平反了 有几个没平反呢 因为他 他要解释嘛 反右扩大化 他要追究这么一个责任 他没有说反右是错的 他只是说反右是对的 反右扩大化 就应该抓住右派 没问题 是吧 中共这个措施是对的 只是后期 人为的把它扩大化了 几个右派呢 八个 全国范围内没有平反的 就八个 你说你的命 能比他们更好吗 平常呢 自以为自己比别人聪明 非常非常的爱国 甚至曾经还非常爱党 非常希望这个民族 能够走出一条 有备于其他国家道路的 前进的这个方向 能够感应超美 是吧 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 那好了 现在第四次了 这才是新浪潮 对吧 我们要超进到 要让中国怎么样怎么样 是吧 曾经 许多中国的青年 都有过美好的愿望 你觉得你做的都是对的 七十年代 当周恩来作为总理 他做政府报告 要求搞 在 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候 北京有一批青年 就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想提醒中国共产党 还有第五个现代化 就是在中国实现民主 大家还有印象吗 他们的代表人物 是北京动物园的一个电工 他曾经以为自己会成为中国的瓦文萨 他做了十几年老 现在在美国养老 有几个人 能够保证自己 有足够的政治背景 让中共对你有所忌惮 让你在监狱里能待十八年 然后还能活着放你出去 有吗 趁早别想 如果你历史上曾经有过类似的 对中共不满的这些言论 或者你在经济上曾经获得过一些权贵 曾经的帮助 趁早还是要走 别指望中共呢 今后的政策跟文革有什么不同 无非就是主席换了个姓 他就是明天政变 习近平被乱枪打死了 你出来一个汪洋 他还是共产党政权 只要他不能获得外部世界对他的理解 换取这个政权的安全 那么他们就将一定会选择闭关锁国 为了政权的稳定 他们也必将会在全国范围内 实行大面积的清洗 从中共内部的官员 到与他们相勾连的这些白手套 最终 他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 他必须要清理掉一批思想犯 现在中共所有的做法 他已经不是让你信了 而是让你服 有些人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担心 说我曾经历史上不太清白 挺害羞的 我参加过中共的某一级组织 我服过兵役 是吧 我以前干过计生办 或者说我作为小流氓 我打不架 坐过牢 其实我告诉你 这些东西跟你离开这个国家 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人 让你出了国门 就飞向北欧 对吧 真正中国人很难移民的地方 相当相当的少 你只要想办法 其实世界的之大 何处都可以去 只是你 合适不合适的问题 没有什么人家对你有这么多限制 你说啊 曾经我入过党 我干过计生办 我当过兵 我跟你说 在中国这种现象 它涵盖了很多人 现在在美国待着的 很多中共的退休官员 他们历史上都干过这些事 你说你坐过牢 太多了 不是猴子不上山 能往外跑的 有几个是省油的灯啊 所以呢 决定你要走的 始终是三个问题 一个是你对自己的社会定位 一个就是我今天说的 你过往的一些履历 第三个 是对于未来 对孩子们的未来 如果你确实想负一些责任的话 前两个问题想清楚了 你才能谈到孩子 对不对 不要急 一个一个来 明天我们谈谈 孩子的问题 再见 祝大家晚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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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